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行第八节课的讲解 第八节课我们主要简单介绍一下 Famework层这个System Server这个进程 我们本节课呢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介绍一下System Server是如何被启动的 第二部分介绍一下System Server的这个功能 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课程作业 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部分 大家看这个图啊是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的一个图啊 这个就是安卓的一个系统启动的一个流程图 这个只是针对用户空间啊 首先是这个安卓系统 它这个内核空间被启动完之后 用户空间第一个进程就是这个Innet进程 Innet进程呢 它会根据一个叫InnetRC的这么一个配置文件 当然不同的手机厂商它也会有不同的这个配置 这个配置文件就定义了Innet进程 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它主要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它会启动我们的一个系统属性的一个service 这么一个服务 然后会启动一些个 比如像real的这个守护进程 其他的一些库的一些加载啊 或者是开机的一些动画啊 这么一些啊 最重要的呢 它启动了一个service manager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啊 我们binder机制的一个manager 一个管家啊 然后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启动我们的zgo的这个虚拟机 当然在安卓这个4.4之后 它新增的有这个ART啊 这个新的这个虚拟机制 可能会和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啊 我们这是这里还暂时啊 还是以这个原来这个加载的这个 zgo的这个虚拟机作为分析方式啊 这个zgo的启动之后啊 它相当于一个孵化器啊 它会加载我们加载用的很多这样一库啊 其实手机启动的过程啊 这个加载这个类库的这个过程 是最好时间的 完了之后呢 这样的话就进入这个加瓦层 我们注意进入加瓦层 加瓦运行环境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产生一个新的虚拟机 来运行我们加瓦层的这么一个service 一个server 这个service server呢 就会把我们framework层 常用的这些service 全部给启动起来 比如说像我们的activity window啊 这就是图形界面显示的 还有package power啊 这些 这些service启动完成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这个系统啊 就算启动结束了 启动结束之后呢 activity manager会判断啊 因为当前还没有任何一个界面的显示 他就会把我们这个home 就是我们这个launcher啊桌面的这个应用程序给启动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手机啊就看到这个桌面了 好 这个这个就是大概的这个启动流程 好 我们这部分呢 主要去关注一下 这个zgoat是怎么把system server这个进程给启动起来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在代码里呢 我们主要关注这几个文件 首先是一个app main 啊 这个就是zgoat 他启动之后啊 第一个main函数 所执行的地方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main函数啊 main函数他做了一些这种啊 环境的一些设置啊 运行环境的一些定义 啊 这么一些初始化的工作 完成之后呢 啊 注意这里 他就会去启动我们的这个system server啊 来执行这个star system server这个方法啊 使用这个zgoat innate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zgoat innate这个文件 他准备启动起来的 啊 在zgoat innate里边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star system server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刚开始也是做了一些参数的这个设置啊 比如说uid gid group id这些啊 完了之后呢 他就会启动这个system server这个进程 他是怎么启动的呢 我们看这个啊 使用zgoat啊 使用fork啊 Linux这个fork啊 就是fork出一个新的进程 啊 这里判断了 如果得到的这个进程id是0啊 就表示 当前是在紫进程中 也就是说这里判断了 是在紫进程中之后呢 这里 执行到这里的话 就是 我们systemer这个进程了 他就会去处理啊 这个systemer这个进程的 这个处理啊 完了之后呢 那我们看最后一步 他还是会调用这个 RuntimeInit的 VGOTInit这个函数 我们看一下VGOTInit在这里 找到这里 最后一个 他做了一些这个启动 或者是本地的 Mative层的一些启动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进行应用层的那么启动 应用层的这个启动呢 最后就调用 我们这个Main方法 这个Main方法呢 就是我们 systemserver 这个加奥文件里面的 这个Main方法 我们看一下 好的 我们看到在这里 在systemserver这个文件里面 有一个这个Main函数 这样的话 这个systemserver 就被启动起来了 他执行这个Main函数呢 他首先呢 会做一些这个初始化 加载一些酷 做一些本地的这个 这么一个初始化的工作 然后我们重点看这个函数 Innate and loop 这样的话 这个systemserver 做完初始化工作之后啊 就会进入一个循环等待 等待我们 其他的应用 来调用它 获取应用的请求 好的 这是我们第一小节 第二小节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systemserver 主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看一下这个代码 systemserver这个代码 这里边主要就是有一个 Innate and loop这个函数 这个Innate呢 他说的Innate呢 我们就看 这里边会启动各种各样的service 啊 每个service才会 比如像我们的power 啊 新建一个service之后啊 就会调用这个add service 把自己的这个啊 名称和自己的这个service 这么一个handler 添加给我们的systemserver 啊 这是一个 我们看 有非常非常多的service啊 我们系统所用的所有的service 都是这么多的 然后他最后呢 他这个函数最后呢 他定义的这么一个looper啊 他会进入一个这个循环 等待 等待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一个调用啊 用一个循环 那当然了 我们要看一看啊 我们这个systemserver呢 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就是add service 把我们自己的一个service 添加给service manager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get service 啊 我们应用 要使用系统某一个服务 某一个service的服务啊 就通过这个service manager 来进行获取 还有我们看一下这里啊 这里的话 他就是啊 通过这个getiservicemanager add service 这也是getiservicemanager getservice add service就是 也这么几个参数 一个是这个binder 一个是name get service的话 我们就获得这个name 就得到了一个这个binder对象 这样的话 我们可用它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这个是在哪实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servicemanager 这个native java这个函数里面 它是跟cd加成代码打交道的一个地方 首先我们看最重要的这个函数就是一个untransact 这么一个函数 首先我们看这个函数呢 它有几个方法啊 几个这个处理的逻辑 一个是get service 一个是add service 刚才我们的那个get和add 就会调用到这里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add service add service呢 好 这里就是具体的这个binder 通信的这么一个方式 通过binder机制啊 调用这个remote啊 也就是我们的 4++层的这个servicemanager 把我们这个service注册过去 然后我们的这个get service啊 也是同样的 会得到一个啊 从这个transact完了之后呢 啊 会得到一个这么一个binder啊 读取一下返回的这个值 就会得到这么一个binder 返回给我们的啊 调用者来获取这个service的使用方式 好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内容了 我们下节课呢 就要讲一下 自己实现一个service 啊 自己实现一个service呢 啊 他肯定会按照我们之前讲的这种啊 在加坊 首先实现一个 啊 idle 然后编写service 然后将我们这个service 添加到synosm server中 啊 做一个注册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课程作业 大家接下去呢 可以画一个这个synosm server啊 这个一个启动流程啊 以及add service的这么一个流程图 啊 对这个安卓系统启动啊 还有这个service启动这个整个过程啊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好 谢谢大家 哦 感谢 meal 行